两夫妻13年生了5个孩子 全是儿子 平均两年半就要产出一个儿子 家里的妈妈能累到吐血 光是洗衣服就是个大工程 一天至少往洗衣房跑四趟 洗好的衣服从阳台一直排到屋子里面 早上征厕所得论姿排备 谁大谁先来 洗澡时就是大家一起来 家里的爸爸是健身教练 妈妈是家庭主妇 一家人为了脱离这个小公寓的生活 决定将妈妈娘家的住宅改建 老房子里还住着外婆 占地22平 改完之后将成为三代八口之家 房子目前存在许多问题 门面有15米 纵身却只有3米 一面靠着主干线 另一边靠着学校 屋顶上都是从操场上飞来的球 常常被打破玻璃 因此学校帮忙建起了篱笆和墙壁 球确实飞不进来了 阳光都被堵死了 打开另一边的窗户就是天桥 一直住在这的外婆 见到女儿女婿回来了很开心 一下子说出了许多愿望 女婿惭愧地说 自己的预算只有1600万 这个预算想要建出八口之家 实属有难度 抽中这个项目的倒霉 但是建筑师原雅之 建筑师上门时发现 这家又窄又暗 关了灯大家都是小黑人啊 专家在观察时 发现一个惊喜之处 学校里有一棵大樱花树 设计师打算白嫖这里的景色 经过30多次的讨论后 设计师教出自己的方案 建筑面积52平米 使用面积93平米 窗户主要安装在 靠樱花的这一侧 一楼设置停车场和外婆房间 二楼是亲子生活空间 专门设置了儿童阁楼 方案确认完后开始拆除工作 外婆看到自己住了 40多年的家被拆 累 尿了出来 拆除干净后 地皮露出了真实面目 有了参照物后 就知道这地有多窄了 五个小孩刚好占满这块地 此时设计师正对着 1600万发愁 委托人露出罪魁祸首的笑 毕竟五个小孩都在长身体 光火时费就要花掉一大半 妈妈每次煮咖喱 都要煮两大锅 电饭包的饭都是满的 半大小子 吃穷老子 这家要乘以五 老爹的头发都要被吃秃了 工程队给出了报价 鸭员看到后两眼一黑 预算超出了300多万 多出来的原因是 这家的见地没有纵深 种机械进不去 要人工作业 鸭员只能硬着头皮按下印章 30年的分期付款 他得一直还到72岁 我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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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终于开始堵路 纵深只有三米 卡车一半的投尸路在外面 狭小地鸡用混凝土加工 来看地鸡的夫妻俩 发出同样的感叹 夫妻俩担心的是自己停车位的宽度不高 只有1.8米 他们家的车子就有1.6-7米 狭小的地让资深的木工也感到头疼 没有机械的帮助 全部靠人工作业 这一天全家人都要去上梁一试 车子只能坐五位 太太还得领上其他小孩坐电车 这家应该买一辆大面包车 房子进入最重要的窗户安装工程 房屋要再靠学校的一侧 整面安上2.2米高的大窗 从这里采光 道路的一侧则安装防止造一个小窗 装上窗户后 家人加亮堂的板面 一楼的窗户都安到天花板边 就算有校园的墙壁挡着 阳光也能照进来 设计师连楼梯踏板也做成可穿透的简单 使阳光可以照射到玄关 工程进入制作收纳柜的阶段 房子最大的收纳空间是六居的阁楼 作为一堆地下收纳柜 为了让二楼看起来整洁 书桌和碗柜全部配置在靠道路一层 椅子有收纳功能 能完全收进书桌里 在三个碗柜上嵌入照影 根据照射的是天花板 所以不会有死角 装设在最里面的墙角 让人觉得空间正宽大 书桌的灯具内嵌在桌子里 一楼母亲的房间 则在房梁上内嵌灯光 屋内的墙壁统一刷成米颜色 这个颜色最能反射灯光 外墙使用的是葡鲁士兰 鸭园最期待的大日式也完成了 房屋刚好在樱花盛开的时间落成 这就是鸭园要还到72岁的房子 普鲁士兰和白色的外观 给人清爽的印象 停车场勉强可以停下车子 一打开门 首先看到的是现代风格的中庭 玄关显得宽敞 一楼是外婆的居住空间 房间与客厅紧紧相连 没有隔断 室内四处安装着窗户 有着旧房子无可比拟的明亮 二楼是夫妻和五个小孩的居住空间 有9.5平的大客厅 安装在整面墙上的2.2米高的窗户 不断摄入柔和的日光 窗外的景色就是美丽的樱花 这波景色白条的到位 屋子里的碗柜和书桌全部集中在一侧 客厅内侧是亲子七人一起生活的2.5平卧室 七个人一起睡 我的评价是不如睡客厅 客厅旁有阳台 为了透光 装的是玻璃窗 正好可以用来晒衣服 派泰勒阳台 客厅上面是六平的大阁楼 这里竟然做成孩子们的游戏场所 咱就是说 用来做房间它不香吗 设计师特制的灯光 通过灯光照射到天花板上 再放射到全屋 消除了灯光照不到的死角 营造出空间宽敞的感觉 客厅通过橱柜的灯具来照明 书桌照明采用内嵌室 以后写作业要亮瞎眼睛 看这哥几个好像用得还蛮开心的 再过一段时间大家都洗涤眼睛了 二楼阳台放下百叶窗后变成私密空间 家里的爸爸最喜欢在这喝啤酒 这一家子还真就排排睡 大夏天的我已经看热了 设计师回来庆祝新屋落成 最开心的还是家里的外婆 在这住一段时间都心灵眼亮了起来 高低再活个五百年 太太最满意的是晾衣台 可以一次晒完所有衣服 丈夫表示自己还是乖乖还房贷吧 她还有1900万等的她还呢